大家好,欢迎来到贺奎绿建筑大小事 这一集的内容是跟各位说明 Integrative Project Planning and Design 整合的专案规划及设计 它是隶属于 Lead的绿建筑系统之下的BDC Build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它有十个建筑类别 不过我们现在讲的内容 它只针对于Healthcare医疗机构 对于其他的不同类别 它是不适用的 可是我需要先说明一下 什么是Perequisite必要项目 它相对应于另一种叫做Credit 得分项目 那您可以把这个必要项目 视同为大学的一些必修科目 但是零学分 像我念过机械系 里面有一堂课叫做机械工程概论 每周六早上两个小时 它是零学分 可是你一定要修 那我在建筑系也 特别需要去参与 暑假的实习 它也是零学分 也是必修 很重要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Perequisite必要项目 不管是在Lead的专案申请 或者是Lead的考试准备 Perequisite必要项目都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在申请的时候有任何一个Perequisite失败了 那很抱歉 您的Lead的建筑申请就会失败 就是不及格的意思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请您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Integrative Project Planning and Design 它包含了四个不同的要求 我们分别来对各位做说明 我们分别来对各位做说明 第一个是OPR Honors Project Requirement 业主专案需求 就是业主要达到的目标 那您需要包含一个项目进去 叫做Health Statement 健康的任务或者是要达到的目标 这里还提到说您要有符合一个东西 叫Triple Button Limes 三个必要项目 或者是三个重要事项 Button Limes这个字 通常我们会第一个联想到是底线 不过如果您是在讲财务报表的话 那它真的就是底线 可是一般情况下 比较适合的翻译叫做最重要的事 或者是文言一点叫做要指 那这三个要指 Triple Button Limes分别是 Economic Evironmental Social 经济的 环境的 还有人文社会的 那您需要针对这三个做一些说明 第二个要求是 我看一下 第二个是 Preliminary Renting Goals 主要的目标 初期的目标 就是说您需要去设定说 您这个Lead的申请案子 您要达到哪一个等级 最基本的几个 或者是银级 金级 白金级 不过您需要注意到说 可能有些业主他会 天马行空的说 他什么都要最好的 他要最高级的 那 如果他没有办法 很明确的落实下来的话 我建议您把它拉回现实 最好的方式就是提醒他说 请问您愿意支付多少的费用在这个案子上 通常他就会翻脸 然后回到现实 除了 确定说要申请什么等级之外 也不能说确定 因为将来有可能你会改变 除了目标设定在什么等级之外 你还要讨论到说 有哪一些团队来负责 那根据我过去的经验 可能就是 讲到责任的时候 大家就推来推去 提到功劳的时候 大家就一握风的抢 这其实是很 很常见的事情 那第三个项目是 Integrated Project Team 整合的专案团队 在LEAD的规范要求要有 五个以上的人员参加 第一个是业主 或者是业主代表 这个是绝对要有的 另外四个呢 在LEAD的手册里面 列出了28项 那我挑了其中几个 来跟各位说明 第一个是 Architect or Building Designer 建筑师或建筑设计者 其他还有结构技师 涂抹技师 机电与空调技师 灯光设计师 能源模拟的专家 另外还有 food server consultant 食物供应的专家 还有医师跟护士 毕竟我们现在在讲的是 医疗机构 哦 还有一项 ecologist 生态学家 因为LEAD会 注意到跟周围环境的互动 就避免伤害到附近太多的 一些动植物 希望保持良好的关系 所以生态学家也是建议 纳入的团队成员之一 那如果您在笑的话 我想告诉您 LEAD真的就是这样要求吗 好 第四个比较特别 它叫Design Charite Charite这个字 如果您直接把它丢进 繁体中文的Google里 它出来的结果会是一个法文 那刚好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台车 购物车 那如果您把这个单字 后面接上英文 再丢进Google里面 它会出现一个很棒的结果 叫做 Sharite 我真的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哦 对了 泛文的发音是Shahite 英文的发音应该是 Sharite 我不敢保证自己的发音很正确 不过我刚刚有先Google听一下发音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再尝试一下 好 那这个 英文的Shahite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敢公 第二个叫做专家会议 有时候这两个会一起发生 就是一堆专家集在一起讨论说 我们要怎么把进度追回来 好 特别是在 选举快到的时候 那这个专家会议到底要做什么 立的会说把刚才讲的那些专业人员集合在一起讨论 那发生的时间理论上是越早越好 那很明确的跟你写说 在Scare Magic Design 初步设计之前就应该有这个会议存在 而且它要求要进行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会不会太多呢 我知道您可能就会想到说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手机 这样划来划去 Lead它是提供你一个方向 建议您说就照着做 这里我想提一个例子好了 我在台湾长大曾经在美国受过教育 美国大部分的我参与过的考试 或者是个人报告都会要求您填写一个声明 叫做在这个考试或者是报告当中 我没有受到任何其他人的协助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准备 那有些比较详细的 我的教授还会列出说 每一笔一画都是我亲手写的 每一个键盘的敲击 都是由我的手来完成的 不是假借他人的协助 好 那这个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形式上的提醒 那同样的 这个会议要四个小时 也是类似的情况 至于你爱谈不谈 说实话那是您自己的事情 您自己的问题 但如果在这个会议当中 你把目标定明确了 责任分配好了 该谈的事项都有说明 都有记录下来 在未来的专案执行当中 它会非常的顺畅 好 我刚讲了这四个要求 接下来我要补充一个 是一份文件 在Lead的手册里 它不管是针对于 prerequisite必要项目 或者是credit得分项目 它常常会提到一些文件 是您参考的重要来源 在这里提到一份A.N.S.I. A.N.S.I. 它是American Society Standard 抱歉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甚至于贵得你难以想象 好 我想要再提一个 例的相对的征兆到底要多少钱 我建议你直接Google就好 或者是说 同样都是哪一个学位 在国外的 排名很前面的学校 它的学费要多少钱 我知道这个查出来你可能很不开心 但 事实就是这样 好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尊重这些专业 毕竟现在是 2020年4月初防疫期间 那前阵子廉价看到一堆 我认为头脑不太清醒的人 他们跑去人挤人的景点玩 特别是有的还不戴口罩 真的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 所以我希望可以彼此的尊重 特别是给一些专业人员 他们最最基本的尊重 好 谢谢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 贺魁绿建筑大小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